这个课程是Android应用程式设计入门的Android开发工具套件 在这个课程当中讨论到的主题有 下载与安装 设定Android SDK资料夹 Android开发工具套件 在你安装好Java SEJDK还有Eclipse之后呢 其实你就可以开始用Eclipse来开发各种不同的Java应用程式了 不过在我们之前有提到 Android为Eclipse特别设计一个外挂的套件 在安装这个套件之后 使用Eclipse来开发Android应用程式会变得方便很多 透过Eclipse它一些内建的功能呢 可以在Android提供的这个专用的伺服器下面下载与安装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为Eclipse来执行安装Android开发工具套件的动作 而在Android这边呢 它特别提供一个叫做dl-ssl.google.com 斜线Android斜线Eclipse这个网址呢 在我们待会在执行安装的时候呢 会使用到这个网址 Eclipse呢是一套非常灵活而且好用的一个开发工具软体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要安装不同的开发工具套件 要安装这些套件的话呢 你要选择help install new software 那我们这边呢 安装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伺服器 所以呢你这边要选择add按钮 在名称的部分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选择来做一个输入 那我们这边呢 因为是Android的plugin 所以呢我们这边输入 Android plugin 而在location的部分呢 就是输入我们刚才跟你提到的 dl-ssl.google.com 斜线Android斜线Eclipse 这样的一个网址 在输入完名字跟location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OK 这个时候呢 Eclipse会按照你自己的设定 帮你到网路上执行一些搜寻的动作 这边呢你可能就要稍后一会儿 等待Eclipse呢 从这个伺服器下载相关的资讯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网站所提供的 相关的一些plugin的 一些开发套件的资讯呢 下载下来 你可以稍微在这边呢 把它展开来稍微检视一下 不过呢 这边呢我们会建议你直接就 不用特别做一些选择 直接把它全部勾选 表示呢你要下载这个Developer Tools 也就是呢我们9E专门为 Eclipse所提供的这个开发的套件呢 把它全部安装到这个Eclipse当中 那在勾选之后呢 我们就选择Next 在这个画面当中呢 Eclipse会稍微跟你确认一下 就是呢你选择了哪些项目 再看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Next 再进行下一个步骤 那在这个步骤当中呢 它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 安全抽选同意的声明 那我们当然就选择 接受以后按Finish 然后下Finish之后呢 Eclipse这套软体呢 会自动从你刚才指定的这些 伺服器的资讯 还有呢你勾选的选项呢 自动从我们这个网页上 把需要的这些套件下载下来 你可以在这个视窗当中呢 按下Details 可以看看它 目前正在帮你做哪些工作 那这边呢 这个会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呢你可以呢 在它下载完成之后呢 来再做一些必要的设定 在Eclipse开始执行下载的工作之后呢 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有关安全性的一个警告的一个对话框 那我们这边呢 就直接选择OK 让它继续下载的动作就可以了 在它下载完成之后呢 它会要求你重新启动 这个Eclipse这个开发工具 我们就选择 Restart Now 这个按钮 那Eclipse呢 会把原来的这个 开启来的这个视窗画面呢 把它关掉 然后呢再执行 重新启动Eclipse的动作 那到目前为止呢 重新启动完成之后 那就表示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Eclipse专用的 这个Android的开发工具套件的 Plugin呢 已经安装在Eclipse当中了 再从前面 安装Java SEJDK 还有Android SDK 还有下载与安装Eclipse 跟它的套件之后呢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 我们要帮Eclipse呢 设定一个Android SDK的资料夹 你可以回到刚才开启的 这个Eclipse的这个软体当中 然后呢 我们同样要执行一些 设定的动作 所以呢 一样是从Windows的功能表 再到Preference的这个选项 那在你安装好 Android的相关的一个套件之后呢 其实在选项这边 你就可以留意到 有多了一个Android的目录了 那你这边呢 Android的目录 把它点选进来 那在这边呢 你要做一个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设定呢 也就是你之前下载的Android SDK 所解压缩的这个资料夹的位置 而在目前呢 这个SDK的location这个栏位 它是空白的 所以呢 你在这边一定要帮我们执行 选择Browse 直接用这个来做一个选择 那看看你呢 把这个Android的SDK放在哪里 那我们刚才呢 是放在C的这个Android-SDK-Windows 或者这个资料夹下 所以在我们选择之后 按确定 它就会帮我们把它设定在这个SDK的location 这个栏位当中呢 那执行完这个最后的设定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OK 把这个选项给储存起来 那它这边呢 可能会有出现一些警告的 一些提示的一些画面 我们这边可以不用管它 可以直接按OK 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完成我们所有的相关的一个设定了 重点复习 下载与安装 在开始开发Android应用程式之前 你必须为Eclipse安装好Android的开发软体套件 设定AndroidSDK资料夹 在安装好Android的开发软体套件之后呢 你必须设定好AndroidSDK资料夹的位置 它呢才可以正确的运作 黄色护体套件之后呢 我们再度假设定好 明镜需要您的圈体套件之后 我下转的 我下转了 我下转领备 我判了 我下转 их 你怎么过 我下转过